从女孩之前呢,这个复习再说两句 复习,我们想这个谐音,复习 这个复习社会是什么时候开始 在这之前,那就是母习社会 那刚好就是七千年左右 现在这个靠谱发现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小的秘密,更精妙的 我们都要去参考,去研究 然后这个复习的,就是关于这些伟大人物啊 圣人这些,他们都有很多的创造 包括这个什么碎人士发明火啊,走不去火啊 就是这种,他们发明什么,有的发明织布啊 有的发明,采更啊,就是 我们就不细讲了,包括神话 我们也就是讲一些重要的 然后至于说我们一直讲的话呢 那我们那个性质就变了 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科学易经怎么来的 这个道漫书里,那就足够了 这个,呃,李瓜,福西,兄妹 现在日本人,他就把这个传的就乱 就是他,这两个 就是,是你没有论理道德嘛 就乱来了 第一个,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把他看成人,原始人 在那个时候 那人本来就少 而且他世俗,他这种 没有什么这个,这个基因延续的 这是一种 第二 就是如果是把他 空的比人更高的 灵体的角度 那人家的社会秩序可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日本人他是以此为 你看他社会 看那些这个所谓第四产业 什么女性 那些那些 说不出口 简直 就是,就是搞乱了 他这个文化本来他就不全 有些方面他吸取的很好 还在传承 我们中国人反正是不在意 像韩国也是一样 但是很多 我们还要在学 他有更更多的事业 就要向我们学 那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重视 每天讲什么呀 就这些东西人 好了就就 你其他的都不用想 大家都都一起社会才能好 然后 这个 你挖造人 就是说 泥土捏出来了 后来就是 这个懒得弄 就是直接拿 拿鞭了 拿什么东西甩 简单的说法 那我不是说 前面的那些 那些考古那些科幻的 那些科幻的 那是通过基因 那有人说他是 那个林迪人啊 他要考 哼 然后考 刚开始 不知道 他考糊了 非洲人 然后第二次呢 就不敢 那样考了 就是 还没熟 就拿着出锅了 白主人 半生不熟 然后就 最后 有经验了 黄主人 对 对 这是印第安人的 传说 他们自己 也是黄主人 那个时候 都是很幽远 包括我们中国人 更应该 对吧 他们已经 几乎不存在了 我们才是 就是各方面 比较成熟 你看西方人 要不就是 毛还没推呢 还没计划完呢 用他们自己的说法 是吧 你八个还都是毛 就动了 然后 这个 这个 非洲人的眼神 但是 关于非洲人 这个我们再说 那两种问题 确定问题 然后这个 起初人在一起也都挺好 后来这个人 他慢慢就变了 自己了不起了 就是 不行了 不行了 这个老天就把他这个大路板块飘移了 让他这个 通过什么 啊 这个 最后还是不老实啊 又出来飞机火车 就 那老天就没办法了 因为现在现在人呢 只能用灾难